所以要克 然后只是他不需要经过那个酒类卫生茶宴这个部分 国民党列为赖世宝毛起来很酸 财政部长壮翠云 就是因为准复总统萧美琴遭爆料 敲思九进口免茶宴 爆料者还出示外交部的韩文 去含对象包含财政部国库署和官务署 上面写着萧美琴奉调反国之海运自由物品 请依政府派驻国外人员任满调回 攜带自由物品办法规定 一共二三瓶自用九品给予特别放行 鉴于网络所称文件来源可疑 并可能涉及境外变造 外造与操弄认知作战的恶意 外交部将与相关机关协调调查相关事宜 均是依照财政部 政府派驻国外人员任满调回 攜带自由物品办法的规定办理 对于这个很可能是假造的这个新闻 而且没有充分的这个讯息来源的这个情况 类似这样的认知作战的作为 我个人认为相当的不可取 相关单位积极抓气 但燃衣依旧紧咬外交部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很多的一些状况 就是一开始就是政府否认 说是变造伪造认知作战 结果后来发现说这些文件 其实都是真的 那像这种情形当然就会伤害政府的公信力 他熟悉这些法规 未来如果有超过上面的规定跟额度 他一定会依法来申报 不要去刻意放话做政治操作 日伟拨斥不要政治操作 温邻前类似的任职作战 这会多不会少 你也喜欢这样的报道